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工作活动和Task任务 为什么要了解工作活动呢 因为工作活动跟岗位的关系 工作活动重点就两个字的行为 任务就是说这个岗位具体要干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工作活动主要是指的行为 而任务主要是指具体干什么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工作活动的定义 工作活动既在多个岗位上通用的工作行为类型 所以我们今天就只看一个例子好了 就看会计和审计员 因为这一部分的话数据层面的东西 就是数字的数据呢比较的少 最主要都是文字的数据 所以我们这一节的话图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文字的部分会多一些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呢是会计和审计员 横轴呢是市场平均分 然后纵轴呢是这个岗位的工作活动 就是说这个岗位要有哪些行为是与这个岗位相关的 然后右边我们看一下 杜聊横有两个 一个是重要性 一个是重要性的层次水平 那我按从高到低排了一下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那我们就看 上面几个数值靠前了吧 越靠前的就是越重要的 我们看第一个是与主管同级或下属进行沟通 第二个是处理信息 第三个是组织计划和优先工作 第四个是获取信息 第五是评估信息 确定是否符合标准 第六是分析数据或信息 第七是做出决定或解决问题 接下来是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 接下来是更新和使用相关知识 OK我们就看前面这几条 这几条就告诉我们 这个会计审计员的这个岗位 他的工作活动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最主要的 会有刚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这一些是比较重要的活动 那么我们知道了行为之后 那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细化 就是说这些行为具体在日常的工作中 他具体要干一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提到我们下面的task 那这里的task的话 我们先要看一下的是 再看一个图 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的遍体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Y轴呢 已经是全部是一些工作活动的代码了 因为我们现在要用这个代码来查询他的task 我们先查一下第一个第一个工作活动 是4A4A2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工作活动是4A4A2 看一下4A4A2 好这个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的工作活动有两条 一个是 像经理或其他人员汇报信息 第二个是 和经理呢一起讨论业务的战略实践或者是制度 这个 这个是我们查询到的 他的活动 工作活动 那我们还要具体要看一下这个工作活动的task 就是具体的工作要干一些什么呢 这个task我们会有分一下 这个task呢 到底它是关键的行为呢 关键的工作任务 还是说补充的工作任务 我们先看一下的是 我们看到它这里跌了三个task 都是关键的core 那第一个呢是 report to management about assets utilization and audit results and the recommended changes in operations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像管理层呢 汇报有关资产的使用情况 审计结果 以及呢 推荐在运营或者是说 财务方面需要做的改变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跟公司同事要沟通一些财务信息 或者是法律法规的相关制度层面的信息 第三个是向管理层汇报 有关于企业的财政状况的信息 这也就是具体的这个岗位 他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干什么 那我们也可以把刚刚的那个工作活动和task 来做一个整合 整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哪一些行为 哪一些行为下面会要具体干一些什么事情 那这个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所以像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刚才看到 report information to managers or other personnel 他下面就有就有一个task跟他是相关联的 然后下面discuss business strategor 下面也有一个 那通过这样子的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哦当呃这个岗位有这些行为 那这些行为具体反映到 岗位具体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干什么事的时候 那这里就连连接起来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 哦我们知道这个task 我们还要知道他这个task每天要干的 他频率是多少呢 就是说呃这个任务的频率是多少呢 是每天都要干 还是说一一一天干几次 还是说呃一个礼拜做呃一两次就够了 还是每每周还是说每年每月 所以这个嗯活动的频率 我们也需要呃了解到 这个的话我们会在接下来讲到 那我们再看一个呃再看一个行为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牌子第二个4A2A2 看一下这里4A2A2 嗯对我们看一下他的他的呃工作活动这里有两个 第一个是verify accuracy of records 验证报告的准确性 第二个是verify accurac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还有验证呃 财务信息的准准确性 这里有两个 那我们看一下那具体在工作中要干嘛呢 刚才查询到是行为 那现在我们就是具体要看 那在工作中主要要干嘛呢 第一个是inspect cash on hands notes receivable and payable negotiable securities and cancel checks to confirm record accurate 呃要要儿要要检查现金流 要呃记录 因应收应付账款 还要呃呃呃协商 财务的一个安全状况 然后呢要取消一些支票 来确认这个记录的准确性 然后第二个呢是要检查 库存来验证相关的账面记录 是否是正确的 第三个是要 检查纳税人的账户 然后进行现场的审计 第四个是准备分析 或者是验证年度的报告 财务声明以及其他的记录 通过一些可接受的会计或统计的流程 来评估呢财务状况 以及呢促进财务规划 那这就是这个岗位 当它要落实到具体要干嘛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去查询它的task 它的task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四个task里面就会 它会标示出有两个 有两个是关键的 第一个task和第二个task是关键的 第三个是补充的 而第四个是没有做归类 但是呢第四个呢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task 可能是有一些组织部门里面会有这个岗位需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有些公司里面这个岗位呢可能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就在做市场数据的统计分析的时候呢 它就没办法把它归类 但是呢它也把它列出来了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说 我有知道它在它的日常工作中的task要做这些 但是呢我要知道它做这些task的频率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它的频率 那它的频率呢在这里 这里有张图就是显示这个任务的频率 这个任务的频率呢这里也已经标示出来了 关键的呢用红色 然后补充的呢用蓝色 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会计审计员的这个岗位呢 它的任务总共有1234567899个任务 然后9个任务这里呢 所有标示出来都是4 那4代表的任务频率是什么呢 4代表任务频率是每周多次 这里呢任务频率有7个层次 第一个是每年一次或更少 第二个是每年多次 第三个是每月多次 第四个是每周多次 第五呢是每天一次 第六是每天数次 第七呢是每小时数次 那我们看到这里全部都是4 那就是说这些task 呃就是每周都要呃多次做的 所谓的每周多次就是起码一周要做 两次以上肯定不是做呃一周一次 那我们还是要了解到 因为这里只是一些任务代码 那我需要知道的是具体的这些任务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些任务都是说文字描述 所以如果把它放到这个图上来的话 就这个图整整个整个呃这个图的layout就会失衡 所以呢就我们现在这个图上只能用代码 那我们可以通过代码呢去查询它的具体的 这个任务指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图表就好了 ok那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在图上看到的 我们刚才在图上看到的九个task 那这九个task具体指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九个task 第一个是prepare, examine or analyze accounting records,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other financial reports to access accuracy, completeness and conformance to reporting and procedure standards 准备检查或者是分析呃 会计记录嗯 财务声明以及其他的财务报告来评估准确性完整性以及呃是否符合呃 呃会报的流程和标准 第二个是呃 准备调整这些报告记录 第三个是review account for discrepancy and reconcile differences 第三个是要检查 检查账号的 检查账户的不符合相差异相 然后来进行调整 这里anyway 这里总共呢就是九个task 也就是九个 九个日常最呃 这个岗位 他要日常每周多次都要做的事情呢 就有这么九个 然后呢其中他也列出来了有七个 其中七个呢是呃 关键的 两个呢是补充的 那我们通过工作活动 然后再到呃任务 那就可以很很容易的了解到 ok这个这个岗位 他呢呃要有哪些行为是跟这个岗位相关的 呃这些行为呢具体反映到这个日常工作的呃任务上面 又有哪一些这样就把行为跟呃具体要干的事情就联系起来了 这样当然咯呃呃就是说每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是你呃跟市场上相类似的岗位但是做的task 就是说做的呃具体做的工作可能是会有差异的所以呢这个市场的数据呢只是供我们来做一个参考 因为这个呢是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出来的而具体到每一家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上面呢 HR还是要去做一个呃呃呃 job analysis 嗯就是说岗位分析因为你呃做岗位分析你做了岗位分析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了解到 ok那这个组织里面的这个岗位跟市场上相同类型的岗位呃他们他们的行为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有哪些相似的有哪些不同的 然后他们要干的呃呃工作具体的工作又有哪些相似和不同这样就可以把握把握住呃组织的内外部 两个呃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同一个岗位在外部是需要主要干些什么 那在你公司内部那主要又要去呃干些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对呢 你呃在做岗位分析的时候嗯就是HR在给企业做具体的岗位分析的时候呢在一来他会有一个呃市场数据做参考 然后做参考和做比对然后再进行呃内部 企业内部的一个岗位分析那这样子这样子的话 你你可以规范 规范到你的呃 这个JD会可以呃怎么怎么去怎么去写那就不会像说如果你没有市场的数据去做参考的话 那你在企业内部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在那里写写写写写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呃跟市场有一些脱节 因为你的JD去贴近市场的层面去写的话那你做在做benchmarking就是在做薪酬对标的时候 这个JD岗位描述也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你越跟市场的数据就在JD上面 越跟市场的数据相呃相适应相匹配的时候那到后面你做呃做benchmarking 新薪酬的一个对标的时候呢就是更越有利的那如果说你企业里面你跟市场相同的岗位 但是你那个岗位描述跟市场的呃岗位描述相差太远的话那么你在做一个薪酬对标的话就非常的难做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外部市场的呃工作活动和任务 因为工作活动指向的是行为呃任务指向的是具体干什么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拜拜 派文字幕 李宗坞 美国寸 na compliqué